廣州電台長篇小說電話 古龍經典武漢明珠 燒神一流 由李偉英播放 昨天說到沈碧君醒來之後 那個人就走在他面前 走過來之後對他說 我也知道你那千金小姐 不關注這樣的地方 不過 現在你的腳受傷 就唯有委屈一下 等養好傷再說 哇 沈碧君終止看清楚這個人 這個人對眼又大又黑 又深又有神 被對這樣的眼望著 沈碧君似乎整個人都發怯 他無情白智大喊說 多謝你的好意 但是我的腳好不好 不關你的事 他既然沒有救到我 又不認得我 別管我的事了 他突然整個跳了落地 突然一突然走出去 那燒火的人看著他 游得他走 還笑笑口 其實 蕭十一郎如果現在困難他 沈碧君可能就會留下 因為沈碧君的腳 現在真的痛得很交瓜 但是蕭十一郎這輩子 從來都沒有勉強過任何人 做任何事 看著沈碧君不停突然 他覺得有些好笑 他听人说沈碧军不单止是最漂亮 而且最严肃 最温柔 最有礼貌 从来都不会对任何人发脾气 不过金云发脾气 可以见到一个从来都不发脾气的人发脾气 都挺有趣 沈碧军自己都觉得奇怪 为什么会对这个不懂的人发脾气 人家就算没救你 起码都没说趁你暈了的时候对你无礼 那就是说应该感激人才是 但是不知为什么 他就是觉得是萧十一郎惹他 尤其萧十一郎那对眼看着他 他更加控制不了自己 那对眼实在太过粗野太过放肆 那走到出去 外面的山峰很大很冷 天气都很黑 沈碧军那对脚痛得麻了 然后又再痛回 好像是被针刺那么痛 他咬咬牙关 但是还是起不了步 那放着 这阵时黑妈妈 都不知道走到哪里好 于是他趴在棵树上 几乎忍不住要哭 就在这阵时 他突然之间 感觉到有对手轻轻啪啪他的肩头 他轮转身 是由是见到那对又黑又大又有神的眼 萧十一郎 将一碗热辣辣的汤捧到他面前说 喝到他 我保证这碗汤没毒的 那沈碧军那对眼同样又是这么黑又是这么有神 当然 还多了一样温柔 他接过那碗汤 汤里头的热气 似乎已经将天地之间的寒气 全部拒散了 他觉得 自己手上捧着的不是一碗汤 而是一碗温馨 一碗同情 那很快 他有滴眼泪就滴了一碗汤里 那间山神庙系 还是这么小 还是这么邋遢 还是这么残疚 但是从外面无边的黑暗和寒冷中 走回来 这些人就觉得 他特别充满温暖和光明 那沈碧军一直是低头 他从来想不到 自己会在一个生保男人面前流眼泪 甚至在连城碧的面前 他都没曾流过眼泪 那幸好 超十一郎好像根本没有留意到他 一回来 就叫角落头那堆草那里说 带你睡吧 就算要走 还是等天光才走得 说完 他很快就睡着了 那堆草又骗洒又冷又湿 但是超十一郎睡得很香 很甜 沈碧军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人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在这个男人的身边是绝对安全的 这个男人平时虽然这么粗 这么强悍 睡了之后整个小孩 而且还是那种受到委屈的小孩 那两堂深锁的龙眉当中 也都不知道隐藏着有多少 没办法说得给人知道的仇虎 冤枉 冤枉 避伤和憂鬱 沈碧军是以为说自己绝对不可能在一个生保男人的身边睡得着的 不知为什么 不经不觉他自己都睡着了 那第二早早 沈碧军很早就醒了 外面的风就平晒 庙里头那堆火还在烧着 显然又添了柴天 变得连粒粒 那火堆旁边那个奇怪的男人就不见了 咦 难道他就不辞而别了 沈碧军看着那堆火 他心突然之间觉得很空虚 很寂寞 很孤独 好像突然之间 什么都没了 甚至有一种被人压了 被人抛弃的感觉 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其实大家都不懂 连名字都不知道 人家要走几时走都行 必须说你听 他奇怪的是 就连自己的丈夫离开的时候 都没曾试过有这种感觉 那是为什么呢 唯有跟自己解释说 一个人在遇到不幸 有了病痛的时候 心灵就会变得特别脆弱 特别需要人家的同情和安慰 特别难忍受寂寞 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这种解释又似乎不可以令自己十分满意 他觉得他心很暖 一时之间 竟然不知道怎么算好 那么就在这时 门外面传来一阵仓凉消杀的歌声 一听到这首歌 沈碧军的心情立刻又好 甚至连那堆火都突然之间 好像变得特别光弱点 特别暖点 超十一郎 哼着一首歌 左手戳着一桶水 右手夹着一扎草药走进来 全身充满了野兽的活力 说他一只红尸 一只猛虎吗 他又没有红尸和猛虎那么凶恶 那么可怕 于是沈碧军很自然地露出笑容 早晨 已经不早了 昨晚 昨晚真的麻烦你了 所以 以后我一定会 我最喜欢人来报答我 无论用什么报答我都接受 但是现在 你不用说 什么都不用说 你最好收声 沈碧军听了之后 立刻吐了 他发现这个人 每次跟他说话 好像是混淆喊的 那么在他记忆当中 所有男人对他 都总是文质彬彬 因勤有礼 平时硬粗鲁的人 一见到他 都肯会扮到一表斯文 平时硬轻飘的男人 一见到他 就会扮到一本正经 没见过那个男人 都看不起他 哈 这个是第一个 而且 连眼尾都不插画他那种 哈 难道这个人不正常 还是不懂得欣赏美女 那火堆上面 就搭了个铁架 铁架上面吊着个大锅 昨晚那碗汤 就是用这个铁架来熬的了 现在呢 铁架又是烧到红了了 赵十一郎将桶水倒了进去 跟着 声下 升起一阵青烟 然后 赵十一郎就坐在那里 等着那些水滚 沈碧军的心想 啊 这个是什么人来的 这烂鬼廟就好像他家里那样 他为什么连名都不肯说 难道他有什么不说得给人听的秘密 沈碧军对这个人越来越好奇 但是又不好意思问 好希望他说说说自己的身世 就算是敢以说些人听也好 但是萧十一郎 一尾就哼着那只歌仔 连眼尾都不瞎他 似乎根本就不记得他身边有个美女 那他既然不理我 留在那里都没意思了 于是 沈碧军大声说 我姓沈的 无论你什么时候去到大明湖盆的沈家庄 我都会叫人重重地就借你 绝对不会令你失望的 你现在就想回去吗 是 你走得动吗 沈碧军于是望望自己的脚 这样才发觉 哎呀 这脚啊 肿得很厉害啊 最糟的就是 肿的地方竟然完全麻烦 连一些感觉都没有了 莫说行路了 递都递不起 这时候 锅里头的水又滚了 超十一郎慢慢解开那扎草药 好仔细地减碎了几样 然后放了锅里头 又用一枝树枝慢慢地撩下撩下 沈碧军看着自己的脚 眼泪又似忍不住就流出来 他是个很好强的人 从来都不愿意求求人 但是没有人说一辈子都不用求人 他很不习惯地说 我 我想麻烦你一件事 什么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帮我请一辆马车 带我回去 不行 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半山腰 拉车的马是不识飞的 那 那我怎么上来的 是我抱你上来的 神碧鬼一听 对 面都红了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现在 我想你肯定不会让我抱你回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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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 不带你来这里 带你去哪 你如果在路边撿了一只受伤的猫仔狗仔 是不是会带他回家 狗虹边白 他从来没想过去刮个男人一巴掌 但是现在他如果有力 可能就会刮过去 他最不喜欢人家当他是猫狗 不要说这样 肖十一郎慢慢站起来 慢慢走到他面前 看到他的脚 神碧棍的臉上又是由红变白 他现在就举了这脚 他力地想说缩回他的脚 但是肖十一郎始终看着他散 你 你想干什么 你的脚 腫得成一只肿 我在想 看我怎么才可以帮你脱了鞋子 他 沈碧棍几乎忍不住要大喊 这个男人居然想脱他的鞋子 他对脚 哎 連他丈夫都未曾真正望真过 又看到 超死一郎说 看来 脱都脱不了 唯有用刀来撩开他 说完 哎呀 真的拔出把刀 他说 我本来还以为你是个君子 谁知你 你 我不是君子 也没有帮女人脱鞋的习惯 那 你如果想快点走得回 就脱了鞋子去 放入桶水里浸 如果不是 说不是 你这一世都要住在这里 各位 那时候 你如果要一位熟女脱了她的鞋子 简直 就和她脱衣差不多 什么都可以脱了 因为在那时候 一个女人如果肯在男人面前脱了她的鞋子 就差不多什么都可以脱了 那沈碧君现在是逼于无奈 既然这个人 是个君子 懂得避忌一下 转头 谁知 超死一郎的眼睛 睁得大大 睁得灑狮 沈碧君说 你 拜托你出去 行不行 不行 沈碧君在南堪到几乎 疑得死了 超死一郎又说 你不要以为 我好恨看你的脚 你这对脚 现在没什么好看的 我只不过是想看看你中的究竟是什么毒 如果被那些毒性再蔓延上去 不然 你别的地方都要被人看了 这句话真是有效 沈碧君立刻死死地气 脱了鞋子 将脚浸到水桶里头 那一个人 如果可以将自己的脚 舒舒服服地浸在热水中 很多想法都会不同了 超死一郎 看清楚之后 选了几种草药 自己用口咬一下 试一下 然后就整堆塞入口里照 沈碧君立刻的头 看着自己的脚 他的心 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自己居然会在一个生虎男人面前洗脚 哎 丑到几乎无地自容 突然 超死一郎说 帝高利那只受伤的脚 今天沈碧君没有反抗 好似一种认命 那 这一样呢 就是女人最大的长处 女人很容易认命 有很多很聪明很美的女人 嫁给一个又丑又笨的丈夫 一样是没事的 因为她们认命 那有很多人都有一种很奇怪的观念 觉得男人如果不认命 要去反抗命运呢 那她就是英雄好看来 但是如果女人不认命 想反抗 就是大逆不道了 沈碧君脚跟那只伤口就不大 红红的一副仔 但是 竟然肿到上膝头哥 沈碧君想到那个狡猾的小公子 才被她踢中一下 后果竟然这么严重 很快 蕭十一郎 将召烂的草药捏出来 踏在伤口 她又觉得丑又感激 那些草药是冰凉的 好舒服 蕭十一郎又从身上撕了一副布 放入锅里头煮了一下 然后鸟上来拧干它 用一条树枝撩住 递一笔沈碧君 她说 你怕车都怕不懂包扎 不是很难的 你应该做得到的 说完 就另转面不看了 沈碧君看着她高大的背影 越来越觉得这个人奇怪 看她的样子 她很粗野 做事很细心 说话虽然是尖酸黑薄 但又绝对没有伤害自己的意思 即是是好人 但奇怪的是 她为什么偏偏要令人觉得她不是个好人 蕭十一郎 在外面又是唱起的那首歌 歌声是这么沧凉 这么寂寞 沈碧君说了 多谢你 我现在觉得好很多了 嗯 嗯 即是想不到你的医术这么高明 我幸好遇着你 我根本又不懂什么医术 只不过懂得 怎才可以不用死 没有人想死的 是吗 是啊 我现在才知道 除非是万不得已 如果不是没有人想死的 哼哼 不单止人不想死 野兽都没有想死 野兽虽然不懂得这些医术 但如果他们受了伤 都会去找些草药来吃 然后再找地方躲起 真的有这样的事 有 我曾经见过一只狼 被山猫咬伤了之后 竟然跳到一个泥潭那里 那里 当时 我还以为他是想死 哼 怎不知 他在一个泥潭里浸了两天 就生满花 没有事 原来 他早就知道那个泥潭 勾烂了很多草药 他早就懂得如何照顾自己 哼哼 沈碧君第一次见到他笑 似乎 只有聊到野兽的时候 这个人才会笑 笑十一郎又说 其实 人和野兽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人照顾你 你就唯有自己照顾自己 人和野兽是一样的 比较在一两日之前 沈碧君听不入这种说话 会认为这样说是傻的 但是现在 他可以体会到这句说话中 是多么淒凉 多么辛酸 他这么大的女儿 什么时候都会有人在旁边陪着他 照顾他 直到现在 他才知道 寂寞和孤独 竟然是这么可怕 沈碧君渐渐觉得 这个人一点都不可怕 不单止不可怕 甚至还有些可怜 他忍不住 就想知道多些这个人的东西 通常个个人都是这样 对不了解的人都会有一种很特别强烈的好奇心 沈碧君就问 这儿是你的家 我最近自常住在这儿 那以前呢 以前的事我不记得了 以后的事我从来不去想 你...你难道没有家的 呵呵 一个人为何要有家 流浪之崖四海为家 多好啊 那有一个人 在说自己寧愿没有家的时候 其实表示他很恨有个家 只不过 家就不仅仅是一间屋 不是说这么容易就可以组成一个家 想说拆散他就真的很容易 沈碧君说 每个人迟早都有家 你如果有什么困难 我或者可以帮到你的 呵呵 我没有困难 只要你收声 就算帮我大忙 那我就在这阵子 突然间 听到一阵脚步声 很快就有两个人通了进来 这间烂庙里面居然会有人来 真是令人想不到 只见这两个人都是上貌堂堂 二三华丽 拍头都不小 背到那个人年纪稍为大些 背到那个人 望来最多三十左右 那这种人会来这种地方更加令人奇怪 两个人一见到沈碧君都很开心 年纪大些的那个 搶步上前 呼呼身 你为 再是莲夫人吗 哦 不敢 各下是 哈哈 在下彭彭妃 和莲公子 本来故交 那天夫人和莲公子结婚 在下都曾经去偷过一杯喜酒 哦 那各下 就有人称 萬聖金刀的彭大俠 哦 见名何足掛齿 萬聖金刀的字 更加是万万不禁多 沈碧君见回自己丈夫的朋友 当然是很开心 他又问另一个人说 不知道这位公子高姓大名 哦 他就是胡蓉劍克 劉三爷的大公子 柳永南 江湖人称 玉面劍克 和连公子都见过几次面的了 哦 原来柳公子 很久没有去问三爷安 不知道他老人家气喘病 好一点没有呢 托夫人的福 近来好很多了 啊 两位 恕我伤病在身 不能传礼啊 哦 不敢 这次不是说话的地方 在下经在外面准备我一顶圆桥 就请夫人移驾回庄了 啊 两个人都是说话好斯文好有礼貌 沈碧君见到他们就好像突然回到自己的世界 不用再被人欺欺 不用再受人气了 他似乎不记得了萧十一郎在场 那样 接着 彭彭妃呢 入入手 门外面立刻有两个好健壮的清衣妇人 抬着一顶好干净的远桥走进来 沈碧君说了 哎呀 兩位准备得真是周到 真是麻烦了你们了 彭彭妃呼呼声说 哎呀 连公子 武庭地为武林同道办事 在下等为夫人略孝微露 也是应该的 来 请夫人上轿了 怎知这阵子 萧十一郎突然说 等一等 但各位 为什么萧十一郎说要等一等呢 想知道的朋友 明天记住收听